四个桌面 这个是Linux的一个特色之一 在新北市教育作业系统里面 我们一台电脑可以拥有大于四个桌面 大于一个桌面 怎么做呢 你注意我这 Dash这一个工具列里面 我有这边有四个框框 你看我有四个视窗可以切换 这个就是四个桌面的应用 那我可以同时在四个不同的桌面做不同的事情 那这是怎么设定出来的呢 我们使用过改变桌面背景 在运作方式这里 启用工作区注意这里 我这里打勾去掉 你看他不见 打勾出来 他就出来了 那显示桌面图示是这一个 方便你做什么 有时候我们视窗太多 我们要直接看桌面 点一下他就是桌面 点一下他就是桌面 那剩下是说你要做哪 你要调整哪些东西 好我们现在在调整这个 我们把启用工作区打开了四个桌面 我们可以在 这一个桌面把 比方说Squish打开来上课 那我们也可以在上到一半的时候 我们如果有临时的事情要处理 或者是我们要准备一些教材 我们可以在另外一个桌面 好我准备好Squish的官网 给他 假设我把Squish Squish官网我找出来 因为我们一边在上课 在学生操作的时候 我们先把这个 网页开好 下次我要告诉大家 我们直接点这里 Squish官网出来了 你就不需要再去做 特别的切换 这是四个不同的桌面 你可以运用 那我可以在这里再执行一个 Writer 这个不是不同的视窗之间切换 这是这一个桌面 我们就一个Writer 那我们到另外一个桌面 可以有Squish 这是四个桌面 蛮好用的 有时候在处理多工的事物的时候 他还真的相当方便 那我们可以选择 我要去哪一个桌面